長髮披肩的女子開車門 重複駕駛坐下車之後返回車上 過程全被後車錄下 向警方檢舉 駕駛器的PO出罰單 違規事實欄位飛玉突發事件 在路中暫停 慘噴兩萬四千元 他怒罵很誇張的現代土匪 還說民眾自己拉車門上車 怎麼可以只罰駕駛 而不教育乘客 駕駛原本似乎想要討拍博取同情 反而引來大批網友一面倒狂酸 這單開得不錯啊 記得要繳錢 這種停路中間就是欠教育 被罰這樣合情合理 警方根據罰單表示此輛車停在車道上 乘客下車取物又回到車上 期間造成後方車輛無法通行 符合開罰要件 停一下得一繳兩萬四 代價真的不小 三內新聞許書偉 張文報道